今天我們去了新城市廣場 新城市廣場新開了一個play house 這個時候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帶Lucas去玩玩 這個play park 是來自新加坡集團 佔地相當大 其實走來走去 原來就是在新城市廣場 戲院旁有扶手電梯 直接就可以來到 我們開始不懂得找 就能走去一個停車場 因為它是在UG那一層 一來到大家都看到 相當之多人 人潮洶湧 排了長龍 幸好我們早就在上網賣了票 做了登記 立即安心出行完就可以玩了 事不宜遲 現在開始吧 你看Lucas多開心 一去到才很快牽著手 走一圈 讓他看看 這裡適合很多不同年紀的小朋友 我想除了一兩歲之外 去到小學階段都很適合玩 因為有足夠的設施和空間 讓小朋友放電 這個真的很好笑 這是一個整車的地方 小朋友可以用整車的工具去維修汽車 還有這個超級催氣城堡 你看裡面的小朋友多高大 如果像Lucas這麼小 只有23個月 一定要有爸爸媽媽陪著玩 才會安全 這部分大家一定要注意 整個過程 Lucas是完全沒有停過 不停走不停走 在這裡捉摸和探索新事物 每次帶他去新的playhouse玩 他都很開心 分自如貴 很聰明 很大膽 自己一個人走上去 然後旁邊有滑滑梯 其實真的很危險 我不建議這麼小 小朋友自己滑滑 你看整個飛機 所以再滑滑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抱著他 雖然他平時在家樓下會所 是訓練有數 但我覺得始終有點危險 滑滑梯這麼高速 始終有家長看著 就會安全很多 走來走去都很喜歡過來 這個汽車維修站 這個位置真的很爆滿 很多小朋友喜歡玩 因為房間增度真的很高 有超級多維修工具 有不同的工具 有安全帽 還有這些服裝給他們穿 很有趣 影器上來打卡也很有趣 還有一些工具 真是學人整車 很搞笑 這個汽車還有升降台 可以調高和調低 讓小朋友拿著工具玩 他還喜歡拿著軚盤到處去 一群小朋友穿著公衣 真是靈寫可愛和可愛 你看看 很快又喜歡走出來旁邊這個 迷宮城堡 很多東西玩 完全是足夠的放電 最重要是家長 都要走快步 跟著自己的小朋友 我在耳朵邊 聽到兩個媽媽說 哎呦 不見了一個兒子 然後旁邊的媽媽說 哎呀我也是 但其實這個地方是很安全的 他始終是一個室內的地方 還有地下 又有圓箭 不過我覺得小朋友 真是興奮起來 到處跑到處走 真是跟得貼少少 看著他也好些 因為就算有碰撞 也可以立刻扶起他 以及去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這裡很多一級一級 但他的距離感 連23個月的Lucas 他都可以一步一步 這麼大膽 這麼快就上到來 所以其實 如果再大那些 例如小學 完全是沒有問題 絕對適合 去到這裡 他就有點害怕 因為他看到下面 是通透了玻璃 所以他就開始有點緊張 那我就拖著他 扶著他 讓他小心慢慢走過去 你看 立刻就加速了 怕完之後就 上上下下不停 上上下下下 其實就很快就玩完了 你看到小朋友的通道 其實那個範圍 要帶人一起上去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建議 家長穿上衣服 是比較 運動一點 或者是輕鬆一點 靈活一點 跟小朋友 跟兒子跟女兒 都跟得比較方便一點 來到這個區 這個區 比較幼兒寶寶 多一點 遠墊 份內比較多 還有一些 波波在地上 還有 看到滑滑梯的 挑戰程度 比較低BG 完全不危險 玩開 介輕就熟 我挺欣賞他 在不同程度的滑滑梯 下面的軟墊距離 都放得比較遠 令小朋友 就算扑下來 都沒有那麼容易 很快到地下 遠墊夠厚 夠大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小朋友的無限循環 浸軟 有浸軟 我們這些家長 最重要是在旁邊看著他 就可以了 讓他自由發揮 然後他又走 又去另一處 這個位置 其實都挺受歡迎的 很大的螢幕 讓小朋友在這裡 有些遊戲 波波池這個位置 也是很受歡迎 不過記住 玩完後 一定要快點搓乾淨 一隻手 還有幫他換上口罩 吃東西的時候 他也是挺爽的 你看看 在這裡玩波波 我們都確定了 這個場 我們是會再去的 因為交通又很方便 新城市廣場 你要逛街吃東西 都絕對沒問題 小朋友就是這樣的 當他去到他喜歡玩的地方 他就會重複Encore 重複再去 哇 這個真的很受歡迎 大人和小朋友都很適合 不過今次 我們去到這個場地的時候 就發現 嬰兒車是可以留在 外面的 大家就要自律 拍攝好 又好像去了迪士尼 都是沒有地方 鎖住的 都是推到一邊 如果你有貴重物品 就要更新 但是我們也有把 嬰兒奶粉的背包 放在嬰兒車上 所以現在都很安全 那時候都還在 沒有說不見 所以如果家長們 真的有一些行裝 要照顧小朋友 那些 儘量輕便一點 我就建議 因為始終 你都不能夠 戴著很大的袋 或者推著嬰兒車 在這些 Playhouse那裡走來走去 就是要足夠的 很多玩具 給小朋友接觸不同的感觸感 這些對小朋友發展得很好 我上網看見 原來平日這裡 都是比較少人 以及門票會較便宜 剛巧今天去 就是十月四日 那就是公眾假期 所以你們都會看到 畫面上 是比較人多一些 如果想 沒這麼多人 平日都是一個 很好的時間 都推薦大家 平日的時候可以去 接下來也想跟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Youtube 期待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